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其他特别官员代表他出庭面控认罪 被判处罚款600令吉 然而事件并未因此告一段落 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老乌斯对此认为 被告由代表认罪是不妥当的 因此已经将有关案件退回给法庭重新审理 案件将延至下周二 也就是25号过堂 接着来看国内政治消息 行动党针对重选风波再有新决定 行动党在接获社团注册局本周一发出的正式重选通知信喊后 紧急召开中委会议商讨对策 而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 随后也率领党员到注册局高调提成回函 而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示 该党决定进行重选 同时也会入禀法庭起诉社团注册局 透过双管齐效保护及拯救行动党 林冠英强调 行动党担心如果不重选的话 就会被社团注册局吊销注册 影响该党在来届大选无法用火箭标志上针 他也批评注册局要求行动党 必须依据2012年的代表名单进行重选 是很荒唐的 但是该党有信心以相关的名单重选中委会 快个焦点 我身边这张来自大道休息站某摊贩开出的收据 最近在社交网络上掀起网民热烈讨论 因为当中显示 打包饮料榜边竟然要加收30仙的费用 而有关女店家不堪被网民抨击 在周四拍了短片放上脸书做出解释 期间店家也向民众示范 两个杯子也就是内用以及外带或俗称打包的容量 其实是不一样的 内用的份量包含冰块 装到袋子后只装满了不到一半的水位 另一杯则是外带的份量 装进袋子后也同样是不到一半的水位 但是那是还没有加入冰块的容量 影片中店家的态度亲和 甚至不畏惧地公开电名及地址 欢迎民众前往找他聊天 最后还幽默地向观众现文道别呢 今天的五件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